看着监控下的一幕 女子只觉得狗狗很可爱 想摸一下 她就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 把她给咬伤了 留下这么大的伤疤 甚至主持人都被她吓得匆匆离场 到底是什么样的狗让人如此害怕 这是一只九十斤重的古墓犬 叫邦邦 当主人来普拉提馆工作的时候 她就会在这待上一整天 她是被夫妻俩一起养大的 陪他们度过了新婚蜜月 伴他们走过了矛盾争吵 是家人般的存在 而且她尤为聪明 能够听懂主人的各种指令 主人工作的时候 她就会在旁边静静地等待着 但不知何时起 她就变了 路上遇到其他狗和她对视或路过时 她就会变得有攻击性起来 这么大的体格 男主人也只能勉强才能把她拽住 更为严重的是 有一次主人在大厅里吃饭 她在外面把一个女员工的耳朵咬伤了 鲜血直流 这次的意外也让女主人焦虑万分 让她的免疫系统稳乱 身体每况愈下 男主人谈起这些事实 哽咽了起来 她不知道到底怎样才能解决这些问题